开场有一个舞 你记得吗 对 然后就坐下 到他们出来了 我觉得子怡在那个抽牙里面 比如说有两个男生喜欢你的那种 虽然说你不喜欢沙洛 但是有两个男生喜欢你的 我觉得那种也是一种女生的那种 对 矜持 不是矜持是那种开心 他不是那种看的 真的很讨厌 不是那种害羞 袁华就是那种很模范的情侣的那种感觉 很爱 对 那种初恋 大家都做得很规矩 很规矩 神心祥袁华 袁华会回到我的父亲的那个都是人心想的 对 对 然后看的时候就是 到下落的时候就很抗拒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他已经不停的做一些事情 骚扰你了吗 所以你在后面那个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多 这不是可以多一点 都要反抗 就是不愿意的 可是也随他去 好 马东梅很大声的 跳 那些都会有感觉 也不能说 不是那种夸张的那种 有时候不动 也是一种很有力量的事情 只要你在做 只要你在那个状态 他们都会看得到 你能说得到的 我知道 虽然你明天听说很忙 对不对 其实人生就是不停地选择 对 但是你的选择 应该是你有你的看法的 亮亮姐越是安慰我 越是让我放轻松 我自己就觉得 越自责 越觉得心里过不去 这段时间走下来 真的觉得特别舍不得同学 也特别舍不得亮亮姐和志玲哥 作为影视新人 孟子义有着自己的责任 与坚持 压力之下 两难处境 唯要付出更多 才能做得更好 而间别 必须要一个人离开